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21號星期四 這期給您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王毅訪問澳洲 遭到大規模抗議 抗議者們差點衝進中共駐澳大使館 臺灣附近出現中共龐大的軍事基地 美軍司令再次發出警告 中共兩會女子衝主席臺的劇情發生反轉 醜聞男主角另有其人 美國國會聽證 眾議員敦促立法 制止中共的強摘暴行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美國加州的謝女士的真實故事 謝女士之前是因為跌倒受傷 多年來一直忍受著膝蓋的疼痛 但是在她開始嘗試三高代謝保之後 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讓我們先來聽聽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不僅如此 她的夜間睡眠品質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 終於擺脫了多年來的晚上尿品的問題 謝女士的經歷提醒我們 無論面對怎樣的健康挑戰時 總會有解決的辦法 如果您或者家人也正在經歷類似的情況 不妨嘗試一下三高代謝保 更多的詳情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在網站上留言提問 專家會為您解答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每款產品的使用結果都會因人而異 所以我們鼓勵消費者 在嘗試任何新的食療產品之前 諮詢專業的醫療人士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3月20日 開始對澳大利亞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 不出意料的是 他受到了幾百名憤怒的抗議人士的圍追堵截 抗議者們還差點衝進了中共駐澳大利亞的大使館 有網民形容說 王毅跑得比兔子還快 王毅在澳大利亞的公開行程還沒有開始之前 當地的香港人抗爭團體成員 已經率先在19號晚間 在墨爾本市中心集結 除了宣誓不歡迎王毅到訪之外 也抗議香港通過23條立法 示威者們高喊著 王毅走開 還有香港獨立以及聲援藏人和維吾爾族人的口號 還焚燒了中共的五星旗 到了20日 有幾百人在國會大樓外抗議王毅的到訪 除了有來自中國的民運人士 法輪功學員 藏人 維吾爾族人 以及香港抗爭者之外 還有前澳洲眾議院議長和現任國家黨眾議員華萊士 綠黨參議員萊斯 以及五黨籍獨立參議員索普等人 也都出席了示威活動 另外 幾百名藏人和維吾爾的活動人士 當天在澳洲首都堪培拉集會 同時要求外交部長黃英賢在會議當中 要提出中共侵犯西藏、新疆和香港人權的問題 還能看到西藏活動人士 在中共駐堪培拉大使館外抗議 舉著西藏旗並高喊著自由西藏 抗議者們的情緒激動 還曾試圖衝進大使館 一度與警方發生了推撞 抗議的組織者刺望圖登表示 向來訪的中共政要傳達有關中共 令人震驚的人權記錄的信息非常重要 抗議者們在現場高喊著口號 我們永遠不會沉默 我們有勇氣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 在王毅前往澳洲國會山莊的路上 法輪功學員們的抗議聲浪也此起彼伏 在國會山莊的外面 法輪功學員們舉行集會抗議 呼籲釋放那些被中共非法關押 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說 我們集中在這個集會 是為了抗議王毅來訪澳洲 我們認為澳洲政府搞錯了 王毅應該受審判 應該受懲罰 而不是作為一個嘉賓受歡迎 中共前外交官陳用林也在現場表示 他們來這裡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抗議中共對中國人 前所未有的人權迫害 很多海外的華人對中國的前途表示擔憂 因為很多人都有親戚朋友在中國 同時對那些無辜的人遭受迫害 表示嚴重的關注 目前中國有文革化的趨勢 他們都擔心第二次文革會發生 所以抗議中共暴政 第二個就是敦促澳洲政府、工黨政府 立刻停止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就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上將 再次發出了中共軍隊 會在2027年入侵臺灣的警告聲後 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在20日表示 中共在太平島周圍的島礁上 已經建立了非常龐大的軍事基地 分析認為中共的野心已經遮掩不住 而美國軍方更是表態說 對以中共為首的邪惡軸心 我們應該採取相應的行動 臺灣外長吳釗燮20日在國會表示 除了菲律賓和中共之間的爭議地區之外 中共在太平島周圍的三個島礁 就是主臂礁、永蜀礁、美濟礁 中共已經把它們建立成了南海這邊 非常龐大的軍事基地 而且這三個軍事基地 都離臺灣的太平島很近 據瞭解 中共在南海建立的所謂的軍事基地 每天還有軍艦巡邏 吳釗燮強調說 針對目前升高的緊張局勢 臺灣應該採取和平的戰略措施 解決南海爭端 從2013年起 中共就開始在南沙群島有主權爭議的區域 填海建工程 還欺騙美國說 這些基地不會用作軍事部署 但2017年美國智庫發布的報告表示 中共已經完成了主臂礁、永蜀礁和美濟礁 人工島的大部分建設 包括軍事化的軍機、雷達、導彈等軍事裝備的能力 有分析表示 中共向海外擴張的野心已經遮蓋不住了 在時評人士唐浩看來 中共主要有兩個目的 一是要跟南海周邊的國家爭奪領海主權 搶佔高價值的海底能源和豐富的礦產 滿足中共的經濟和軍事需求 另一個目的是要在南海部建大量的島礁危機地 如果未來中共真的要出兵台海 這些危機地就是用來阻撓美國和澳洲海軍 馳援台灣的海上長城 知名的軍事頻道博主馬克認為 美飛合作可以降低台海的緊張局勢 菲律賓租借給美軍的軍事基地 最近的離台灣只有100多公里不到200公里 這讓美軍能夠更加的靠近台灣 中共想要攻打台灣會變得更加的困難 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很多戰狼政策 基本上是把很多國家都推向了西方國家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提醒說 自從他上任以來的三年內 共軍已經增加超過400架的戰鬥機 和超過20艘的主要軍艦 2020年以來彈道導彈和巡弋導彈的庫存量 也翻倍成長 更是持續演練與對台作戰相關的各種任務 例如透過海上與空中封鎖模擬包圍作戰 中共正在建設軍事及核武庫 規模更是二戰之後前所未見的 所有的這些跡象都表明 中共將在2027年之前做好親台準備 這應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另外 美國軍方和國防官員也越來越警惕 中共和俄羅斯之間不斷發展的關係 是對西方的挑戰的升級 阿奎利諾還對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議員表示 這導致當前環境成為他服役40年來 最危險的一大塊 這兩個威權國家的合作 使我們處在了一個不同的安全環境 他還說 我的感覺是 這是對抗美國擴展 和對抗這個地區志同道合的盟友 與夥伴關係的一種方式 這是他們的對抗 美國之音報導說 之前五角大樓官員把中共和俄羅斯 描繪成截然不同的國家 認為中共日益增長的軍力 和使用軍力的意願是一種挑戰 同時認為俄羅斯和他的行動 更多的是一種威脅 如今中共 俄羅斯 朝鮮 伊朗之間的關係 已經被公認為新的邪惡軸心 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表示 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成功的話 可能會激發中共領導層 在從臺灣到南中國海等意外事件中的野心 阿奎利諾認為 共軍絕對願意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吸收臺灣 從他們對臺灣日益咄咄逼人的脅迫行為當中可見一般 他們越來越多的在附近部署艦艇 並用他們的空中戰機越過中線 他們正在採取一切行動 試圖讓臺灣屈服 阿奎利諾也警告說 中共的軍事挑釁也增加了菲律賓 與它周邊地區發生衝突的風險 美國應該採取相應的行動 前段時間的中共兩會期間 有一名女子在記者會時 突然衝上主席臺的舉動震驚了各界 讓中共的發改委主任鄭山傑成為了熱議的焦點 結果在18日下午 黨魁習近平在湖南省長沙市考察的時候 鄭山傑也在中共官方的宣傳當中露了面 所以兩會女子衝上主席臺的劇情再次發生翻轉 有消息說 緋聞男友其實是也在主席臺上的商務部長王文濤 在16日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 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 鄭山傑也出席了論壇 還做了發言 她的這兩次公開露面 神態和情緒似乎和平時沒有差別 回顧中共兩會期間 在一個記者會將結束時 有一名穿著灰色上衣的女子 直接向主席臺的中間位置衝去 但立即被混在記者中的大批保安人員放倒在地 而當時的直播電視畫面也立即被掐斷 根據後來傳出的視頻 整場記者會的過程 這名女子不止一次舉手試圖提問 從她舉手的姿態來分析 要發言的願望非常的強烈 至於這名女子這樣做的原因 一時間各種猜測四起 網友根據她前進的路線來估計 她的目標很可能是鄭山傑或者是王文濤 因為她們正好是坐在主席臺中間的位置 之前還有分析說 女子的目標是鄭山傑 但是現在劇情再度反轉 有網上爆料說 這次兩會衝擊主席臺的女子 叫做李新平 是《人民日報》的記者 也是臺上某公仆的情人 而這位公仆是由於政治正確 從東南的某省平步青雲升至京官 升官之後 這名公仆因為得到新歡 就拋棄了李新平 李新平多次求見魏國 這次她持記者證和兩會的採訪證 坐在了第一排 看到這名公仆在臺上侃侃而談 不禁的怒從心頭起 衝上了主席臺 爆料還說 這個女子就是衝著臺上的商務部長 王文濤而去的 一時間 緋聞男主角從鄭山傑變成了王文濤 由於中共上上下下類似的醜聞層出不窮 因此人們也不感到吃驚 爆料還提到說 王文濤是江澤民老婆王也平的侄子 復旦大學哲學系1981年級的學生 1989年 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 執生總書記之後 王文濤的仕途也一路開掛 王文濤是江澤民老婆王也平侄子的這個說法 之前從其他方面也傳出過類似的消息 比如在2018年的時候 有上海的訪民透露 王文濤是江澤民妻子王也平的侄子 在出任黃埔區區長和區委書記的時候 依靠著拆遷大量的偷盜土地出讓金 以及非法套取國家大量資金 2011年 有訪民曾向進駐上海的中紀委第四巡視組 舉報了王文濤的貪腐行為 但王文濤在余政生的保護下調往了江西 有報導認為 鄭山傑的公開露面 並不意味著可以和女子沖臺事件撇清關係 而王文濤的最新傳聞 為中共史上最亂的兩會 再增添了惡臭的一筆 這次事件無疑讓所有的世界媒體和觀眾 多了一個期待 就是期待著哪一天 又有一名女子 再次向主席臺上的共產黨員發起衝鋒 在調查中共強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獨立法庭做出裁定 已經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共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確鑿證據之後 中共依然是我行我素 在中國國內繼續這種毫無人性的暴行 從而引發了美國立法者的關切 在20日 美國眾議員敦促參議院儘快通過一項立法 制止中共的這種暴行 在20日的上午10點中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會 主題是制止活摘器官犯罪 還需要做些什麼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史密斯表示 中共大規模摘取器官的暴行 它的邪惡程度堪比希特勒 斯大林 等獨裁者犯解的可怕罪行 史密斯宣布發起了一項倡議 尋求中共強摘器官的第一手目擊證人信息 希望他們能站出來 講述真實的情況 目擊證人將會被匿名 以保護他們的身份 史密斯還表示 希望能率團前往新疆 也希望中共做出回應 並表現出開放的態度 因為他們一直在聲稱自己沒有什麼可隱瞞的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 中國問題研究員古特曼告訴委員會說 正如法輪功學員 曾是中國強制器官摘取的首要受害群體 現在新疆的再教育營體系 也已經與這個侵犯人權的行徑所綁定 委員會還指出 中共當局無視國際的施壓 而且越來越變本加厲 出於對中共這種侵犯人權行徑的擔憂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在參眾兩院聯媚提出了 制止強迫器官摘取法案 這項立法被視為全球有史以來 為打擊非法強制摘取器官暴行的 最強有力的立法 法案授權國務卿拒絕向任何參與中共 以及全球非法器官販運的個人發放護照和簽證 還要求國務院每年出具 全球強制摘取器官情況的報告 並授權對協助強制摘取器官的 個人和實體進行制裁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 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2017年 eff測新的感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